这是一个130公分长的标准交通信号灯 每当你快到路口时 它就会切换到红灯并阻止你的通行 并让你在接下来的一连串路口都会连续遇到红灯 为什么你总是遇到红灯 如何才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在北美 一个信号灯的零售价大约是300刀 而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厅发布的数据来看 每个灯需要8万到16万刀的安装费用 以及年均1万5的维护费 截止到2019年7月 这样的灯在多伦多市区已经拥有2376盏 大约是4亿刀的成本 这还没有包括意外损坏和颠费 大东干戈的装这么多信号灯 当然是为了保障车辆和新人的安全 但如果只是为了安全 物美价廉的停牌也能做得不错 还能省下不少钱 所以信号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节约时间 当你向一个路口前进时 会被检测器感应到 智能交通系统会调出该路口 以及周边其他路口的路况数据 通过逻辑模块算法 配置出信号方案 反馈到信号控制箱 再结合是否有突然出行的行人和特殊车辆 最终决定该给你出什么颜色的灯 世界上每个人口密集的现代都市中 都会运用一套或者几套这样的交通系统 原理大同小异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SCATS 悉尼协调自适应交通系统 SCATS的主要优化指标 包括饱和度、周期、绿性比和相位差 其中 饱和度是通过监测实际车头实距 与标准车间距之差 得到损耗时间 反推出绿灯情况下 充分利用的绿灯时间 所占总绿灯时间的百分比 饱和度越低代表路口车辆越稀疏 越高车辆越密集 在堵车时 车距过境 饱和度还可能大于100% 饱和度的目的是 统计路口通行效率的重要指标 理想情况下 将车辽打包成车队 成骨地送向下一个路口 是饱和度的最优选项 但问题是 你需要兼顾到来自其他方向的车辆 这就需要提到信号灯的另一个概念 周期 一个周期通常由2到8个相位组成 将所有相位都走一遍 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一个周期 以四相位的标准十字路口为例 周期通常灯影响车辆的运动方式 总计有12种 分为直行 小转 和大转 将12种运动方式分成四个相位 四个相位全部出现过一次后 就完成了一个周期 周期的时长 会随着交通量的增长而延长 直接影响着交通延迟 但过长容易形成长队用度 过短则会出现类似停摆的效果 所以找到每一个路口在不同时间的最右周期 也很重要 除了改动周期 我们还可以改动普通相位的比例 来达到提高路口的饱和度 减少空放的损失 而单个相位所占周期总长的百分比 称为滤性比 在一个路口中 滤性比的介入可以使每个项目的饱和度 尽可能接近 从而达到整体最优状态 即便有时需要牺牲掉一些项目的饱和度 所以协调同样重要 但即便把单一个路口优化到最佳 毗邻的路口之间失去配合 也可以让一条简单的路变得不那么好走 我们现在用横轴表示距离 纵轴表示时间 当你穿越绿灯赶到下一个路口 依然会被突然亮起的红灯逼停 但如果我们依次挪动一下 后面几个路口相位 恰到好处地形成一个相位差 就可以形成一条贯穿多个路口的滤波带 同理 如果你遇到了红波带 就不要总是试图闯黄灯了 你也知道我会见到你吗? 我只会不是十分钟的 我只会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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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